醫生穿了紅色上衣 來 先跟 這是 好的 沒有問題 好 我們先跟現場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吧 哈囉 現場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歡迎小琦來到現場 好 那其實呢 這個剛剛上一位叫做冰山美人 那聽說你的綽號非常的厲害 叫做天后殺手 這個是怎麼來的 是因為你打敗過很多天后嗎 就是我第一次打安利盃的時候 然後有打敗過幾位天后級的人物 是 例如 例如金家瑩還有潘小婷 所以韓國小魔女跟九球天后 都是曾是你的手下敗獎 是 好 那既然聊到這個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場比賽 有一次的安利盃我遇上潘小婷 是 然後 她狀況還蠻好的 一開始的時候是 6比3落後 然後我逆轉勝 那一場我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 其實安利盃的比賽其實 算很大場的比賽 是 然後 我也很想要有一個好成績 然後我也很想要打敗她 所以 那個時候沒有放棄 然後 就是 一直叫自己不要緊張 然後 就是有順利打敗她 很開心 哇 原本是3比6的落後 對 然後最後是逆轉勝 對 哇 非常厲害 可不可以給我們小琦一個熱烈的掌聲 所以真的是 其實在這種比賽裡面 選手的這種抗壓性 還有 該如何就是做這個心理上的調適 是非常厲害 那其實現在就是不只是選手 也是教練的身份嗎 對 對不對 那你也是這樣子 跟你的學生們來教導的這個觀念嗎 呃 我教學生 我希望他們第一學到的就是態度 因為態度可以決定一切 嗯哼 然後 呃 其實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教學相葬 然後就是可以在教練這個部分 可以多一些經驗 是 所以態度決定一切 各位要記得 這其實不是電影的台詞 這真的是 就是所有生活當中 不管是遇到任何事情 然後還有像選手們的一些 面對比賽的一些壓力這樣子 那 那其實今年喔 參加這個八號球比賽 全運會的八號球比賽 對 分享一下有沒有什麼樣的目標 或者是說 有特別的假想敵嗎 嗯 目標的話 當然是要拿下金牌 是 所以這次的全運是在高雄 那我身為高雄的選手 我就一定要幫高雄拿下金牌 喔 非常的這個 喔有有有 我們現場聽到的掌聲 非常有企圖心 是 那之後呢 全運會之後呢 未來的一些規劃 未來的規劃 我希望我自己 當然成績方面 希望自己可以保持 然後 呃 我也希望在教練這一部分 可以多涉獵 然後 多一些經驗 把自己的經驗 分享給 欸 新 新一代的選手 嗯 希望你就是今年全運會的時候 可以再次展現一下 天后殺手的這個實力 然後我們也期待 把金牌留在高雄 謝謝 耶 好那同樣 我們有這個 有獎爭達時間 那 第一題要不要你來問